委内瑞拉局势进入最关键的阶段,美媒消息古巴和俄罗斯雇佣兵进入委内瑞拉,并且指出古巴有4万人在委内瑞拉支持马杜罗。 根据报道,美国的救援物资也到了委内瑞拉边境,关伊多还展示了部分援助物质。 委内瑞拉军方的外披露,在美国援助的物质中,发现了狙击枪等大量武器。 很显然,美国是想通过救援物质,输送大量武器的委内瑞拉,从而帮助关伊多搅乱局势。 与此同时,俄罗斯方面再次强调,委内瑞拉内部事务,不允许外部干预,希望美国不要军事冒险。 通过近期的简单书里可以发现,委内瑞拉的局势十分焦逐,关伊多在美国的支持下,开始发起猛烈的攻击。 马杜罗依然掌握着军队,并且依然占据主动。 马杜罗在联合国发起了反击,并且赢得了50多个国家的支持。 专家指出,虽然美国决心颠覆马杜罗政权,但是美国的侵略行为,显然不被热爱正义的国家所支持。 美国根本不关心民主价值观,更别说委内瑞拉人民了。 他们想要催发政权,达到相应的地缘政治目的,包括内政和外交目的。 美国为了霸权,可以不顾他国人民的死活,当然必然失败的。 虽然美国拉拢了众多盟友不断施压,但是马杜罗依然坚持强硬。 路透社2月14日报道,古巴公开向外界声明, 2月6日至10日,多架军用运输机,飞往波多里格拉菲尔米兰达机场,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圣伊斯德罗空军基地。 古巴方面指出,这些军用飞机,主要是输送美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,到委内瑞拉边境地区。 古巴方面指出,美军特种兵已经到了委内瑞拉边境,准备渗透进入委内瑞拉,帮助挂伊多武力夺取政权。 在美国多多逼人的攻势面前,马杜罗依然强硬,没有任何的退缩。 根据报道,马杜罗举行了历史规模的大演习,展现了与美军队抗到底的决心意志。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,马杜罗表示,委内瑞拉军队,会像200年前一样,保护委内瑞拉人民,并为独立而战。 wansee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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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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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